国民党在昨天举行了中平会 才刚获得提名的总统参选人洪秀柱 向党内大佬肯托支持 而党主席朱立伦也呼吁全党团结 朱宏两人同台气氛热络 洪秀柱都算 国民党中平会大佬齐聚一堂 才刚正式获得总统提名的洪秀柱 当然得好好啃脱 能走到这一步 洪秀柱坦言不是自己所能预期 既然接下重担只能勇往直前 当主席朱立伦更呼吁全党支持洪秀柱 我们昨天已经全党一致 大家共同支持洪秀柱同志 为本党一民主制度产生的总统候选人 秀柱个人的力量很单薄 再次的拜托各位先进同志 朱立伦更提出国民党应该继续执政的三理由 包括不制造族群对立 能带领拼经济 更重要是能妥视处理两岸问题 如今党内总统人选已经定案 如何团结冲刺选情 传说洪秀柱早已密切拜会前考试院长关中 交由关中操盘2016 关中跟仪启明都有可能成为你的操盘手吗 他们都在帮忙 好吧都在帮忙 是党员嘛 全力支持我们的党 全力支持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这是天津地的事情 担不担任什么职务一点都不重要 而且我也没有这种身份来担任这个职务 帮什么忙台面上不好明说 但中平会内大佬云集 拉票是第一要务 洪秀两人忙握手 还握到差点一面对撞 但全场看来看去 就是没看到立法院长王金平 原来王金平正在立法院主持立委 沾满容的就职典礼 只是洪秀柱原本也要到场 最后却没有现身 我下一步自然就好啊 下一步看到能不能明天选党主席 哎呀我没有这个场才了 谢谢了 前一天全代会王洪就没有交集 立委宣誓场合又独留王金平称拳场 虽然洪秀柱发声明是因为形成延误 但已经让王洪心结继续发酵 记者中文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